这个理发店不敢随便去 顾客刚坐下来 只见男人手起刀落 干净利落地抹了顾客的脖子 接着踩下踏板 尸体就顺着通道滑了下去 而楼下正是一家肉夹磨店 生意好的不行 看到这里 你应该能猜到 肉是从哪里来的了 这个剪刀手名叫爱德华 原本生活幸福美满 有漂亮贤惠的妻子 和乖巧可爱的女儿 可妻子过分优越的美貌 引起了一位大法官的觊觎 他善用私权 给爱德华定罪赶出伦敦 然后成人之威 强行霸占了美丽的妻子 就连女儿也被他一并夺取 15年后 女儿出落得亭亭欲利 其外貌甚至比母亲更出众 这也让黑心法官垂涎欲低 打算等到18岁成人离后 就强行娶她为妻 与此同时 爱德华洗脱罪名后 改名为陶德回到了伦敦 多年的仇恨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他是要首任法官 陶德先来到一家肉夹磨店 老板娘热情好客 但店内的卫生情况令人作误 显然这里生意惨淡 老板娘一眼认出了陶德 并告诉他 当年他离开后 妻子受尽屈辱服毒自尽 女儿则被法官圈养至今 随后老板娘将他带到楼上 早已布满灰尘的家中 从地板夹缝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装着陶德以前使用的剃刀 这么多年过去 剃刀依旧泛着银白的光芒 曾经陶德用他养家糊口 现在陶德要用他写任仇人 很快两人来到街头 找到了这里最好的理发师 想通过当众比试 快速提升陶德的名气 比试很快开始 胡子哥明显骄傲过了头 你一下就要唱慧儿歌 而陶德这边 人狠话不多 三下五除二就里的干干净净 很明显陶德赢得轻轻松松 给即将开业的理发店 做了很好的宣传 开业第一天 就有客人慕名前来 竟然是胡子哥 原来他以前是陶德的学徒 上次的街头比赛 他一眼就认出了陶德的专属剃刀 今天前来就是为了威胁陶德 药理发店一半的收入用作疯口 陶德听完后再也忍不了 抓起水壶就是一杂 多年的怨气 一股脑洒到了胡子哥身上 本来已经把他关进箱子 可他还自己爬了出来 没办法 陶德只好做得更加保险一些 毕竟只有死人才不会乱说话 另一边 男孩在街头闲逛时 无意间看到了被软禁的陶德女儿 只一眼 他便一见钟情 可这一切也都被黑心法官尽收眼底 这个变态养父喜欢偷窥 每天都要透过门口 监视自己的养女 男孩喜欢养女时 他猝一大发 派人暴揍了男孩一顿 还警告男孩再有下次 一定让他命丧街头 这个小插曲 让黑心法官急切了起来 他决定不如就在今天 迎娶自己的养女 可转头看见自己满脸胡茶白发苍苍 女儿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嫁给自己 于是在手下的推荐下 他来到了陶德的理发店 看到黑心法官的这一刻 陶德心想真是老天爷开眼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个抢取豪夺的人渣 如今竟刺头罗网 15年的血海深仇 他已经等待太久了 举着剃刀的手激动地发抖 期待着手刃仇人的快感 眼看着利刃就要划开仇人的皮肤 小帅突然推门而入 还说自己要带着女孩私奔 法官一听脸色大变 气冲冲地离开了 还甩下狠话说再也不会来这里 到手的复仇机会就这么没了 陶德气愤不已 可眼前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理 就是胡子哥的尸体 就在这时 老板娘看见对面饭店生意火爆 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反正最近肉价大涨不如用人肉代替猪肉 又能处理尸体还省了一大笔钱 简直一举两得 陶德也觉得办法不错 于是立马去到楼上改装椅子 从此只要理发店有客人 陶德就会抹了他的脖子 再踩下踏板 尸体就会落到肉夹磨店后处 过不了多久 色香味俱全的肉夹磨 就新鲜出炉了 客人们赞不绝口 纷纷夸赞口味绝佳 小店生意也火爆了起来 可屋后烟囱里的恶臭浓烟 可谁会相信一个乞丐说的话 生意越来越好 两人的生活也慢慢富足 老板娘开始幻想起 和陶德美好未来 他已经无法自拔地爱上了陶德 想和他结婚共度余生 可此刻的陶德心里想的只有复仇 根本不想别的事情 而法官这边 知道了养女对小帅也有好感 便一气之下 将他送进了疯人院 小帅眼睁睁看着爱人被送走 走投无路来找陶德帮忙 得知自己的女儿身处险境 陶德一刻都不愿等 他让小帅扮成假发伤 潜入疯人院救出女儿 自己写了一封信给法官 告诉他养女在自己手上 从而引来法官 但事与愿违 肉夹馍店的学徒发现一场 好心提醒老板娘盯着陶德 可他不知道两人其实是一伙的 随后老板娘把小学徒带进了地下室 然后将他锁在了里面 男孩正大口吃着肉夹馍 可嚼着嚼着 他感觉嘴里有什么东西 吐出来一看 竟然是半截人手止疼 再看看一边 一堆白骨赫然堆在一边 男孩心中一紧 刚想看看清楚 又一具尸体从上方落了下来 看来这肉夹馍的原材料 全部都是人肉 男孩吓得拼命怕打大门 却根本打不开 就在几分钟前 有市民反应店铺 总是排出恶臭黑烟 十分影响大家的生活 所以法官的手下特地来查看 见此情形 陶德心生遗迹 一顿交谈后 把手下骗进了自己的理发店 下一秒 他的尸体就滑进了地下室 将他解决后 两人来到地下室寻找男孩 秘密被他发现 必须杀人灭口 可一番寻找后 男孩竟然不见了踪迹 另一边 小帅成功救出了陶德女儿 并带着他来到了理发店 安顿好他后出门 寻找逃跑办法 突然 屋外传来脚步声 吓得女儿立马躲进了箱子里 推门进来的是那个女乞丐 嘴里还不断说着 这里是魔鬼的地盘 看到陶德进来 女乞丐有些惊讶 这个面孔好像似曾相识 但法官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 陶德只想尽快复仇 便一刀杀死了女乞丐 接着将尸体送入了地下室 没一会儿法官赶来 复仇的机会再次到来 这一次 陶德果断下手 在法官坐下的那刻 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接着用剃刀插入了他的脖子 鲜血四见 陶德也杀红了眼 而这一切 刚好被躲在箱子里的女儿看见 他不小心发出声音 就被陶德抓了出来 两人多年未见 陶德没认出这就是自己的女儿 正当陶德举起剃刀时 楼下传来了老板娘的呼唤 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陶德来到地下室 两人准备将刚刚的尸体全部销毁 可就在这时 地上女乞丐的金发 引起了陶德的注意 他小心翼翼地剥开头发 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 这不是死去的妻子吗 他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原来当年妻子自杀未遂 被法官送走后流浪至今 老板娘因为爱慕陶德 将这件事隐瞒起来 知道真相的陶德彻底被击溃了 他愤怒至极 红卓眼将老板娘直接扔进了火屋 转身抱着爱妻的尸体不断颤悔 而那个男孩 从藏身的下水道里探出头来 走到了他的身后 一刀落下 影片就此落幕 复仇的快感吞噬了陶德的理智 让他发了疯 一个寻求复仇的人 最终却摧毁了自己 永世我爱 不禁令人唏嘘 哥特风的复仇故事 舞台剧改编为电影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理发师陶德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